這個回應 剛才我質詢林鄭 她對於香港人 我們老了 都不能夠自己照顧自己的時候 要接受院舍的照顧 但是現在很多 我們這些老人院 就是這些這樣的質素 她會怎樣看 林鄭就搬回 她十幾年前那些 處長徐筆出來 她顯示她已經關注了這個問題十幾年 但是她從社會福利處處長的位置 做到發展局局長 做到今天的特首 她究竟 對於這些這樣的環境 她有沒有一個願景 有沒有一個決心去改善 去令到我們長者 不會去到臨終那幾年 要在這些這樣的環境那裡度過 很可惜我是聽不到她這個答案 不過她說會見我們去再進一步去談 我們都會立即約見她的 我和邵家樽其實一直都是 在這個檢討法例小組裡面 我們明天都會有一些行動 對於林鄭月娥 真是很令人遺憾她的回應 因為這個條例 由九六年到現在 整整二十二年 是沒有修正過 這段時間 林鄭月娥有很多機會去修正 因為她正在主領的 就是這個 社會福利處發展局 這些這麼主要的崗位 她都沒有去 借機會去執政一下 這些條例 本身就是失職 到今天來說 仍然將她毀過於 在我們的建議 說我們的建議太過理想 不夠現實 甚至乎我們的建議 令到那條龍更加長 其實這個很明顯 將她的責任 是毀過於我們身上的 我們明天 下午四點鐘 就會和一些團體 包括一些殘疾的團體 包括一些護理員的團體 包括一些不同的專業人士的團體 所以我們四五小時就會開記者諸代會 去重申一下我們一個八加八方案 和回應羅茲康局長 她在網誌裏面的一些 對我們的批評 我們同一時間 在今天 其實在今天 我們稍後 就會出信給林鄭月娥 約見 我們以團體的身份 以我們議員的身份 去約見她去見面 既然她的話 很願意和我們見面的話 我們今天就馬上會給她 我們希望她盡快 給我們時間和我們見面 好 有沒有問題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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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